南投一名高龄103岁的妇人 成功在3月中完成替换人工髋关节的手术 而且经过短短5天的休养 百岁妇人已经可以下床走路了 妇员状况十分良好 同时创下竹山秀传医院 开院以来首次为百岁人瑞换关节的记录 高龄103岁的陈真喜阿嬷 5天前完成了患人工髋关节的大手术 恢复状况一切良好 预期下个月以后就可以返家休养 医疗人员特地带红包来探望人瑞阿嬷 人瑞阿嬷在104年 12月底不小心摔伤 但当时还能走路 所以没有特别去看医生 没想到其实已经摔伤了腿骨 造成右边的骨骨颈骨折 以及严重疑味 这100多岁的阿嬷 他其实在过年前农历过年前就已经受伤了 然后因为超过百岁 家属也很担心他是否能够承受得了手术的这些过程 所以一直在家里一直待着不敢让他开刀 可是在家里阿嬷实在是太痛苦了 无论他自己还有家属自己照料起来都非常的难过 而且已经这个入窗都已经有些息跑出来 面对100多岁的阿嬷 我们之前也帮他做了心脏科方面的评估 比如我们请了我们的副院长 陈副院长还有麻醉科 事前的评估都做好了之后 我们还好很幸运地在手术中 顺利地将他完成 直到三月中 陈阿嬷才愿意到医院 经过医师的评估 认为开刀换人工宽关节 是最一楼永逸的方法 但考人阿嬷的年纪 也是先会整形障课医师 确保他的开刀安全 医师是说 每一楼接下来 如果接不过 这次开刀换得很痛 接好 真的终于好 就不痛 这刀换得很痛 那就好了 里面是有咖啼的 在手术完成 完成的第五天后 仁瑞阿嬷在医师与 护理师的残服 已经可以下床走入福建 医疗人员也表示 这个手术是竹山秀传医院 开院以来 说是为百岁仁瑞 患关节的大工程 家属十分肯定 也感谢医疗人员的 辛苦与专业